金管会主委叫黄天牧 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 他说保险业如果已经承保了 无论保护买几张都有责任赔 换句话说就是在解答重复保单 到底赔不赔 不管买几张都应该赔 那不过现在有很多 因为续保还在那边审核 还不知道审核多久 你知道吗 就我去年买一年 今年要新的我要续保 那个审核听说剃掉不少 就不给你续保 那另外呢 这个是不是什么叫做理赔呢 是要有用药才能理赔吗 那黄天牧说呢 他们没有拍板 应该是业者决定 就是并不是我金管会决定的 那所以呢 这个基本上呢 就是说居家照护 什么叫医疗行为 他说他们自己决定 那这个是不是清正用药才能理赔呢 那金管还不敢这个 那另外呢 就是应该有一个理赔指引 金管会说月底前没问题 今天已经23嘛 所以理论上就是月底前 就一个礼拜之内 应该会出来一个指引 那另外呢 这个总铺险了410亿 金管会主委说呢 初估比这个数字高 但是残险也还没有倒闭的压力 这也看不同的公司了 那另外呢 金管会呢 说提三点解释 那另外就是说 这金管会应不应该主动出面 他说呢 是保护 这个保护的权益的 保护保护的权益 另外呢 确诊隔离不断增加 这个保护公司到底有没有常债的能力 这个金管会说呢 这个绝对不会有领不到理赔金的问题 那医护人员生气说 不要要求确诊者再开立诊断书 属于跑到医院去 就跟我要诊断书 看起来也活蹦乱跳 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把医院塞紧了 那他是说呢 这个不必急于一时 他们一直讲说两年内两年内 那保护就很紧张嘛 现在你都要跟我什么黄牛了 我还等到两年一年以后 他说你们都不注意了 他说人家不陪我怎么办 等等 那富邦金的总经理呢 韩卫庭 因为富邦残险是属于富邦金控 韩卫庭总经理说呢 绝对不会输不起 我觉得这一波的防疫保险之乱 其实说穿了就是想太多 其实呢理论上来讲很简单 保险就是回归契约精神 就条文规定什么 你就必须符合条文规定 条文上面有没有说 亲政者必须要有用药 才可以理赔 我其实看了很多的防疫保单 都没有 那既然没有 你凭什么新增加这一个门槛 那重复投保就不理赔 这件事情根本是不存在的事情 因为它基本上并不是属于像残险其他的那个损害填补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所以这件事情它只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它还没有合保那我同意 坦白说没有合保保单就没有生效 条文其实就是没有意义的 那所以那但是呢 如果已经合保什么叫做合保 当它扣了你的保费之后 扣保费当天除非契约另有规定 否则当日生效 这是所有的保险都一样哦 就除非说我另外有一个规定说我必须要观察你十天 然后接着呢才能生效 除非条文有明确这样规定 如果条文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 扣保费当天就是生效日 你在当天发生任何状况 它就是要理赔的 那金管会要改要管什么呢 它只要管的就是资本氏足率够不够 RBC在保险业来讲 它资本氏足率它有一套很复杂的算法 去算你的净值啊 然后去算你的这一个目前的资产的价值啊 等等它有很复杂的一个算法 但是这个公式所有的保险业者都知道 如果资本氏足率不足的业者 你就要求他要增资否则就接管 当然我必须同意一件事情 我相信未来会有一个小型的金融危机 如果你不去处理好的话 因为会有很多保险公司的资本氏足率 可能会不到百分之两百 那那个时候如果他又不肯增资的话 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一切以金管会来讲 就法论法回到契约精神 就没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话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